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或许与今期克什米尔地区频频发生冲突有关 近来 克什米尔地区四天内爆发多次严重冲突 2月18日上午 印度士兵在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地区与异火武装分子发生枪战 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四名印度士兵在枪战中遇难 克什米尔地区南部属于印度管辖 北部属于巴基斯坦管辖 两国军宣称 对方是非法占据自己的领地 双方因为这一地区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 近期 印度可谓是事故频发 在2月14日 自杀式袭击者驾驶了一辆装载350公斤爆炸物的汽车 冲入印度中央后被警察部队的车队 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四十余名中央后被警察部队撑冤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这是自1989年以来 印度军队在该地区受到最生命的袭击 印度称是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 策划了这次事件 在2月19日 印度班加罗尔 印度空军两架英式飞机在为即将举行的航展特机飞行表演彩排时相撞撞毁 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 另有两名飞行员和一名平民受伤 印度事故频发 这确实够印度方面升级的了 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提及巴升级两天后 印度空军在此地举行了2019的大规 模空中力量武力展示演习 出动战机140余下 在印度靠近巴基斯坦边境预测的拉贾斯坦邦波克兰地区爆炸声不断 印军连续在此地进行实战演习 由于印度方面指责巴基斯坦的擒霸部门 策划了炸弹车袭击印度军队事件 而且印度此次军事演习又在印巴边境 那么印度的针对目标也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印度方面采取的行动 巴基斯坦也为防不测集结了大批兵力 一辆绿色火车满载士兵 及时向南支援前线 印度这次演习共出动了140余架战机 其中固定一飞机 多带137架 包括LCA光辉战机 苏30MKI 欢迎2000 美洲虎 米格21 米格27 米格29UPG等战斗机 以及127-18空中加油机 Z130大力神运输机 安32运输机等 可见 印度的空军还是具有一定的实力的 但地面空袭不能解决赫什米尔的问题 最终 双方还是得靠地面武装决出胜负 巴基斯坦对此很清楚 因此 去速标及士兵他成专列 上克什米尔进发 甚至为了保证这支支援部队的安全 巴基斯坦在沿途派遣大币军进炸港 防止炸弹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随着双方纷纷掉兵前下 全世界的目光 都开始向这块亚洲米感的地域聚焦 巴基斯坦在沿途派遣大币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